HELLO,LADYS AND GERMAN,我是墨鏡哥 看我的朋友們,這部講我的邀國缺德 各位,你看了《黑暗榮耀》了沒? 如果你沒看的話,阿財推薦大家去看 為什麼是阿財推薦大家看呢? 因為阿財看了,拼命的收藥我也去看 我聽說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三月眾所期盼的這個《黑暗榮耀》 韓劇第二集剛播完 這中間的精彩劇情,仍在萬千劇迷的心中不斷回味著 同時,現在依然不斷熱硬 估計因為它是符合大宗口味,爽度爆表的復仇題材 劇情也高潮疊起,虎頭不捨為,相當精彩 這是很多人的評價啦 我還沒看,我想我之後也會把它拿來看一看 劇中有一些...蠻讓人在戲子當中不能夠接受的劇情 像是惡劣的用電捲棒反覆的商圖受害者的皮膚 刺皮的角落味伴隨著聲音吱吱作響 烙印永久的團統和傷疤在那個受害者的心中 不過這種的瘋狂...不能夠讓人接受的事件 竟然是改編自...真實發生過的... 2006年韓國青州女子中學暴力事件 此外劇中也融入許多精緻細膩的隱喻 因此對於校圓霸凌事件的探討 與對劇中隱喻彩蛋的深度分析 都在網路上掀起一股討論的旋風 讓他不斷的積聚熱動 而近日讓這股旋風再度往上增溫的是友人 我們這邊都簡稱它為A男 A男爆料的這部復仇爽劇的導演 安吉浩的黑暗內幕 而這個黑暗內幕呢 讓這集劇的討論度再次飆高 沒想到這個黑暗榮耀復仇題材 而且是跟校園霸凌有關的復仇題材的導演 竟然曾經在學校霸凌其他人 A男就是其中一位被霸凌的對象 他爆料安吉浩曾經霸凌他跟另外一位學生 然後還造成學校前輩欺凌後輩的風氣 那這樣的霸凌加害者 去拍出這樣子反對霸凌題材的電視劇 相當讓人議論 那這樣的反轉呢 讓A男憤怒的跳出來揭露這件事情 這也讓大眾感到震撼之欲呢 也紛紛吃起這一顆驚天大瓜 做得更多內幕在陽光下面顯現 根據在美國一個韓國網站上面的爆料 事情始末是1996年 導演安吉浩與A男在菲律賓的一所國際學校上學 安吉浩那時候是高三 A男只是念初二 然後安吉浩是跟同校初二的學妹正在交往 那這個學妹和安吉浩的戀情 因為存在年齡差距 常常被A男跟她的一群同學嘲笑 那得知這件事情的安吉浩 並想找其中的兩個人作為代表來問話 喔這個問話有意思 好被幾度拒絕之後呢 便叫了一個高生 將A男和另外一個同學 帶到人爺洗澡的地方 然後號召一群人 包括安吉浩在內總共10個 開始毆打 疑問 是誰嘲笑她的女友 然後呢要恐嚇 要是不回答 就用刀粉碎她們 這場暴行呢 總共持續了兩個小時 而之後呢 她一場指示其他高中生 欺凌初中生 造成被害人的校園生活 跟黑暗榮耀 一般黑暗 事件爆發的當下呢 安吉浩保持否認的態度 我一開始看到這個事件爆發的時候想說 如果導演自己曾經是加害人 她痛改前非 雖然說她做的呢已經無法挽回了 但是她如果可以派出這樣的題材 然後試圖 呃用用 用一個更正面的能量 然後來改變這個社會 讓更多人顯示 讓更多人知道 呃這樣就是不對的 欸那我覺得 她也並不是不可以拍這樣的題材 我覺得這是OK的 不過 呃這安吉浩她一開始是否認的態度 那代表她拍這個影集的用意 就不是剛剛所講的那樣的囉 安吉浩保持否認 不過 當時她教的小學妹女友 卻在不久之後回聲明啊 當初Ana所說的嘲笑呢 是屬於玩笑範疇的 那安吉浩霸凌她們的神器理由 應該是Ana一起人在講這個玩笑時 拿安吉浩的英文姓名做文章 嘲笑她 不常 那這個不常指的是什麼地方 欸 學妹認為是在講腳 不過 會不會造成其他更多的聯想 是不是這個安吉浩認為 她們是在嘲笑她的其他地方短 好那這個男性 就可能會比較敏感一點 但是一般 這個也沒實際看過怎麼知道 總之就在大家還在思考 這個是否就是事情的真相的時候呢 安吉浩 她在3月12號一改先前態度 透過律師公開道歉 表示那個時候是心疼女友遭到嘲笑 因此內心激動 而造成他人無法磨滅的傷害 再次呢 深切的道歉 然後懇請大家原諒她 那希望也有機會 親自見面或用電話謝罪 那世界的走向呢 突然急轉彎 也讓網友們在吃醋瓜之後呢 立刻呈現了兩極化的立場 一般呢 無法接受安吉浩只是為了這樣的理由 就圍毆 威脅人 認為她應該是 冠犯 並且呢 她是在接連被爆料之後呢 才承認 喔 這就跟我之前的 這個 心裡面的感受是一樣的 就是 她一開始如果是一個很坦率的 就直接光明磊落 非常公開的講 我拍這部劇呢 就只是 覺得我當時這樣做是不對的 我想要拍一個 具有省思意味 能夠讓大家知道她霸凌是不對的影集 讓大家在 呃 欣賞之余還可以覺得 喔 原來我們不可以怎樣 不可以怎麼樣 啊內母湯 結果 立場完全不是啊 不過另外一派呢 則是認為 A男一行人先嘲笑別人才會引來這樣的苦果 那不過 這個嘲笑的 或者這個玩笑的內容 是不是屬於可以接受的範圍 只有當時才知道 那另外再換一個角度來說 先言語霸凌的人 也是五十步 小百步 那支持安吉浩的人呢 也認為說 安吉浩有一直到處 她也曾經道歉了 之後盡量彌補就好 諸如此類的為她洗白 那 身為一個 可能沒看過的 或者是看過的 你 你的立場是如何呢 不管怎麼樣 你知道嗎 如黑暗榮耀般的校園霸凌 可能每天也在我們台灣上演 劇情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可能你曾經在新聞報導中看過 或是自己身邊的親友也就曾經經歷過 不管怎麼樣 下面我們就來讓你看看 曾經在台灣真實上演過的 超誇張校園霸凌事件 事件一 生長於單親家庭的理性高中生 我們這邊就教她阿中好了 之前阿中因故休學打工 大約2020年11月13號午休的時候 回到台北市某所學校辦理復學 想不到 只因為在教室等待導師時 接通打工處老闆的電話 就被同班一名同學閒吵 而被警告 被警告之後 她改成震動了 仍然被閒吵 並且很快就被拖出教室外的走廊 痛 正面警告她的同學 仍高馬大 被炒弄之後 火童另外一名同樣身高 約在180公分 身強力壯同學 在教室外推倒阿中 不僅殴打她 然後還抓著她的頭 猛撞地面好幾下 身材縮羅的阿中 明顯不是他們的對手 完全無力反抗 就這樣任由他們摧殘 當天阿中回去之後 並沒有把自己遭受暴險的事情 告訴平常與他相應為命的外公 外婆 或者是其他的家人 雖然說外公外婆 我感覺她的精神不太對 但也無從著手 而她所在的班傑的導師 打電話到家裡關切 也都被阿中拒接 兩天之後 阿中感覺劇烈的疼痛 向她的頭和腳襲來 讓她無法忍受 外婆之後呢 便帶她到醫院看診 除了被驗出有 腦震盪 腳部神經也受損之外 並且在治療之後呢 還發現 這沒辦法有效緩解她腳部的疼痛 跑了多家醫院 都是同樣的結果 不僅如此 她的病情也開始惡化 短短9天 到11月24號的時候呢 她的腳已經劇痛到無法行走 並且就醫了 也還是治標不治本 過了3個月 醫生發現她的肌肉 已經萎縮造成長短腳 連幫忙她做神經增生治療 也還是無法為她根除痛苦 重拾健康 阿中前前後後總共就醫將近30次 看遍中協醫 但只有服用大量的止痛藥 才能夠稍微麻痺那種 像不間斷被電擊 而且日夜煎熬的痛苦 她的精神也是一件萎靡 在飽受病痛之目之下 她喪失了對人生的期盼 曾經兩度尋短 幸好前兩次家人都即時發現 並且將她即時送給 這才保住當時她的小命 但想盡早擺脫痛苦 並深感活著無望的阿中 她最終還是在2021年2月27號時 在家中留下遺書 並獨自騎著腳踏車前往 松山區4號水門 在那裡致敬了 她的遺體最外面在 陳梅左岸和平公園的流動廁所內 被人發現 傷心欲絕的李家仁 也盡自己所能的想為阿中討回公道 她的外公外婆 將阿中所有的就醫經過 巨細米衣的登記在這個閱歷上面 妥善保存就醫單據 然後還親手操入阿中的遺書 以留存副本 阿中的舅舅要求是提供走廊監視器的畫面 結果 校方卻表示沒有霸凌的發聲 並且推諱說沒有監視器影片 不過 依照該校學生熱心提供的照片顯示 走廊靠近樓梯處 明明就有監視器 除非有合理的理由 否則應該有那個提供才對 因此的阿中的舅舅也向台北市議員洪建益成嫌 顯對方要求教兒局或者是學校提供影片 以便向家外的學生以及他們的家長提告 根據阿中的同學透露 阿中又患有自閉症與身材瘦小 在休學前就常常被毆打他的同學欺負 也就是那個傢伙 欺負他的人是冠犯 例如霸他頭和丟他水瓶 非常惡劣 但其他同學目睹的只是覺得玩笑 而袖手旁觀 現在回想起來 他相當的後悔 沒有及早阻止告訴家長 或者是告訴師長 唉 很多的遺憾往往就是這樣子發生 他也非常遺憾 當時沒有給予阿中溫暖和支持 並且霸凌阿中同學不只欺負他 也曾拿針線丟其他人 是長期的加害者 卻從未被阻止 而受到外界熱烈的關注 校方人表示 校內未發生過霸凌 誇張 跟我們政府組織一樣 都會說謊 但這個學校只說明會持續的反霸凌 並對阿中所在的班級做心理輔導 相當讓人心寒 網絡上沒有找到自己世界後續的資料 但可以推估霸凌他的兩名同學 明顯是仗著自己的身材優勢 平常就以荒謬的理由欺負弱小 並且學校因為師債和同學從未干預阻止 讓他們更加肆無忌憚 為所欲為 而事件被大眾關注之後 校方的態度更是雲淡風輕的令人生氣 不但發言像是在說風涼話 也拒絕深入調查 雖然說可以理解 沒有學校願意被揭露發生霸凌事件 因此影響學校的效率和招生 但當事件已經發生 這麼殘酷 這麼讓人心疼的事件 已經血淋淋的在你們學校內發生的時候 你們學校不是應該要更積極的調查 如果屬實 應該要給予及時的支持 或者是至少對於受害的家屬 給予多一些的幫助或是安慰 不是應該這樣子嗎? 那如果不屬實 你們也可以以證據說話 讓這個事件的真相浮出水面 不只你把證據提供出來 可以讓外界更加放心 也能夠多少足是霸凌風氣的增長 至少讓其他在校同學可以知道 如果你們霸凌其他人 你們是會被揭露出來的 不過 現在 只能夠在憤怒與感嘆之下 希望這兩名霸凌的嫁害者 受到應有的懲罰 讓阿聰 不至於 走得那麼願望 好了 呃 愛與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就講 事件一 那如果大家還想繼續再了解更多 那就幫這影片按個讚 然後留個點讓我知道 那我們就明天再見了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